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2年4月18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跟大家聊一下关于中国的空间站的这个事 大家呢,可能还仍然沉浸在中国的这个神舟13号载人飞船返回的这件事情的兴奋当中 应该是仍然是很兴奋啊 昨天的时候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他昨天开了一个记者会 就向全世界吧,报告了关于中国的空间站呀 现在已经完成了调试阶段 中国已经先后呢,两拨派人上去,对吧 该有的设备呢,都已经发射上去了 然后呢,这些设备该就位就全部都就位了 甭管是舱内也好,舱外也好 全部都就位和调试完毕 那下面呢,就进入了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呢,就正式的开始 可以使用这个空间站进行一些研究的工作了 换句话说呢,就可以在全世界提供服务 可以接活了 那在今天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就有记者给外交部发言人呢,提了这么一个问题 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宣布 今年将会实施六次的飞行任务 包括将更多的航天员送入太空 请问中国对国际航天合作 吃什么样的态度 未来是不是会有外国的航天员加入中国的这个空间站 那汪文斌呢,是这么回答的 汪文斌说 神舟13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成功着陆的消息令人倍感振奋 神舟13号任务呢 是中国载人航天的突破之旅 亮点分成 创下了多个第一 这些成果的取得意味着中国空间站建造的关键技术 实现了全面的突破 为下一阶段空间站的任务的实施呢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探索未知的宇宙 发展航天技术 是人类的共同事业 离不开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 国际合作是航天发展的趋势和潮流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自立项实施以来 始终坚持和平利用 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的原则 与法国 德国 意大利 俄罗斯 巴基斯坦 以及联合国 外空司 欧洲航天局等多个航天机构和组织签署了合作的协议 实施了形式多样的合作项目 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 中国空间站是历史上此类项目首次向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来开放 目前已经有17个国家23个实体的9个项目成为了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首批的入选项目 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主任西莫内塔迪皮波表示 中国开放空间站是联合国全球共享太空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个伟大的范例 当前我们正在组织实施同联合国外公司合作的中国空间站首批国际合作项目 最快有望在今年年底上行开展实验研究 中方愿意与所有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的国家和地区一道 开展更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中国空间站欢迎外国航天员来访 并与中国航天员一道共同为人类探索宇宙奥秘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 以上就是汪文斌在记者会上的关于中国空间站的一个回应 那我们从这个回应里面我们能够看出来 下一步已经准备就绪了 中国已经和现在来说17个国家 23个实体已经有9个项目敲定了 这9个项目是第一批入选的项目 我们在以前的时候呢 中国第一次公布这9个项目的时候 我曾经就做视频跟大家介绍过 并且呢点出来说这9个项目里面呢 没有美国 但是呢美国也申请了 请注意啊 中国的这个空间站呢 是向全世界开放的 包括这个小心眼美国 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美国的小心眼 他们航天方面所有的研究 是不允许和中国有任何的合作的 就包括美国的航天局 NASA 他们开任何的研讨会啊 都不能邀请中国人 他们呢那个航天局呢 不和中国有任何的来往 这一点呢 其实对美国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因素 中国向全世界开放 与全世界合作 那你美国如果说不和中国合作的话呢 你等于说是就自绝于世界 但是呢你可能会说 哎那为什么这九个项目在敲定的时候呢 美国也参与来着 这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说航天领域的合作 和到空间站去做实验 做研究 这是两码事 那中国的这个空间站呢 是完全中国自主的 没有和任何的国家合作的 任何的国家 他们也不和中国合作 就逼迫的中国呢 必须得完全自主 现在来说呢 有一个国际的空间站 那现在仍然在使用的 这个国际空间站呢 很快就到了寿命了 很快就要终止使用了 这个空间站呢 是美国和俄罗斯联合搞的 这个空间站 那现在呢 因为乌克兰的局势的问题 美国对俄罗斯呢 就全面的制裁 美国和俄罗斯 现在的这个关系呢 又进入了历史上 最紧张的一个时期 比历史上任何的时候的 敌对的程度呢 都只高不低 那他们双方 所进行的这个空间站的 这个合作呢 眼瞅着 其实也快要进行不下去了 我前两天还跟大家说了 俄罗斯就说 我们所提供的空间站的 这个服务呢 我们仍然是会继续提供服务 因为俄罗斯呢 他就是负责 宇宙飞船 人员呀 还有物资啊 就是上去下来的 这个运输的 他是负责这个的 那现在呢 空间站在使用的阶段呢 所需要的服务也就是这个 所以说呢 美国现在是很需要 俄罗斯的这个服务的 俄罗斯说呢 我不跟你计较 我仍然是会提供这个服务 但是有一点 现在你美国用我的这个服务 我是收费的呀 俄罗斯是收费的呀 以前的时候呢 给美国提供的服务呢 美国就给他付美元 俄罗斯现在说呢 我不收美元 你不是把我从那个 Swift踢出去了吗 对不对 你美元我是不收的 我只收卢布 从现在开始 我提供的空间站的这个服务呢 你给我交卢布 你要不交卢布 那对不起 交钱有服务 不交钱没服务 对吧 非常的公平吧 好 这就是现在呢 美国和俄罗斯 他们联合的这个空间站的情况 那如果那个空间站 或者是没法用了 或者是呢 等着他终止之后呢 就剩下了中国这个空间站 唯一的一个空间站了 大家都得用中国的这个空间站 来进行太空的科学实验 那在第一个阶段 九个项目当中呢 并没有美国的项目 美国是申请了 但是呢 因为他那个项目的问题啊 中国就没有批他那个项目 我在第一次做视频的时候呢 我还说中国就把美国踢出去了 不接受他那个申请 后来呢 有网友纠正我说呢 没有没有 中国没那么小心眼 美国申请了 确实因为美国申请的一个项目 他有问题 给他打回去了 没有批准他 如果他下一步按照中国的要求 如果他改了的话呢 那他仍然可以来申请第二批 还仍然是可以的 好 这是这个空间站的情况 美国实际上呢 其实在航天领域里面 已经落后于中国了 我呢 因为前两天 我做了关于神舟13号载人飞船 返回的那个视频呢 我还特别荣幸 吸引了一个航天专家 有一位航天专家 是我们中国人 他在美国的这个NESA工作 他是一个航天的科学家 然后呢 我就顺便问了他问题 就跟他核实一下 我刚才所说的 美国是不是不准NESA和中国进行合作 他说是啊 确实是这样的 NESA会不会排斥中国人的科学家呢 他就说呢 华裔的科学家在NESA有很多 有来自于大陆的 有来自于台湾的 都有的 但是呢 你有一点 因为美国呢 这个NESA不和中国进行合作 所以这些科学家呢 都不可以和中国大陆有联系 不可以有任何联系 你要是和中国有联系的话呢 他每一年都会对你进行背景调查的 进行那种安全的调查 如果他发现你和中国有联系的话呢 那他就会把你踢出去 前两天我曾经还做视频说 就关于那个失事的 飞机的 飞行员的证审问题 我就是说呢 这种掌握着别人的生命的 这种人员呢 就应该进行证审 如果他有仇视社会呀 什么的这样的言论哈 就不应该再让他飞了 有的人还说 啊 好几年前说的话 那现在都还追究的话呢 就不合理 他不是那么回事 就是你不管你是什么时候说的话 我能不能肯定 你现在没有那种安全隐患了 如果能肯定没有那个安全隐患了的话呢 就可以用 如果不能百分百肯定的话 不能拿人的生命来下赌注 你看美国呢 他有很多的行业 他都会有证审的 这个NASA里面的科学家 然后他就审查他们 如果说你和中国有联系的话呢 那马上就把你从这个队伍里面就剔除出去啊 就这样 美国搞得更严格 那我就问这个美国的科学家哈 我就问了说呢 那你们认为中国现在航天事业 是不是发展的很好呢 他说那当然了 中国现在呢 在航天这方面确实是非常厉害的 这是来自于NASA的这个华裔科学家呀 中国确实在航天方面非常厉害 那俄罗斯呢 在历史上 他在航天方面呢 曾经是最厉害的 是开先河的 对不对 很多的那个项目都是他开的先河 那俄罗斯现在是不是仍然很厉害呢 他们仍然很厉害 现在美国呢 就把俄罗斯列为他们头号敌人 然后呢 把中国也列为他的敌人 我们说呢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对吧 现在呢 中国和俄罗斯就成为好朋友 互相背靠背的这么一个战略的关系 从去年的时候 大家应该还记得 中国和俄罗斯呢 合作搞这种月球的永久的科研基地 还记得吗 那是中国和俄罗斯合作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项目 另外呢 今天我想趁着今天的这个话题的机会呢 跟大家说一下哈 俄罗斯 他最近呢 他不光是说趁着中国在航天方面的这个热度吧 不光宣布了说对美国收卢布的这么一个政策 他们今天呢 还宣布了一个俄罗斯航天集团宣布说 他们的首颗格洛纳斯高轨卫星将于2028年发射 说呢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 说是呢一共要发射六颗 2028年会发射第一颗 那之后的那五颗什么时候发射呢 咱们就不知道了 关于这个高轨道的这个系统呢 我之前呢没有听说过 不是很了解啊 听着意思呢 就很厉害就对了 很厉害就对了 所以呢 俄罗斯仍然是很厉害的 这叫什么呀 这叫宝刀布老 对吧 或者俄罗斯当年的那种 在航天领域独领风骚的那种雄风呢 依然是存在的 中国呢 现在已经是成了航天领域的 咱们不说是最好了吧 最先进了吧 咱们就说之一 那俄罗斯呢 宝刀布老雄风仍在 这两家合作啊 美国呢 顾顾自封 让自己失去了和抢手合作的机会 简直是自我断避啊 对不对啊 那我刚才所说的 我新认识的美国NASA的这个科学家呢 他也表示说 这一点呢 真的是很遗憾 没有办法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观看